今天有兩件事想說說 第一就是關於我前幾天拍了一條片 就是關於學生街訪 然後有些朋友留言給我問我為什麼不幫學生打格仔 你這樣不保護他們 之類之類 或者留言給我 Inbox 我都有 其實我很奇怪 首先我想重申一點就是打格仔與否 是當事人自己的意願 即是他要求打我就幫他打 他不要求打我就不幫他打 甚至乎他有些說了的話 想我剪走他 我們都會幫他剪走他 完全完全是他自己的意願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一點 難道他要打我不幫他打 他不打我打給他嗎 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因為這件事令到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的現象 為什麼一個年輕人 一個學生哥走出來說一些這麼正義的說話 都被人擔心他的人生受到安全 為什麼大家會擔心一個光明正大 年輕人走出來說一些正能量正義的說話 但是有人擔心他的安全 是不是整件事很歪理 現在變成了 即是你現在社會的氛圍 或者社會的環境就是 你不戴口罩出來說話 出來表達意見的話 你就會有危險 你戴口罩才應該出來表達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這些完全是歪理 我們香港的現在就是活在 這個恐懼之中 這個恐懼 環境什麼時候才可以完 我相信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多些 看不過眼 或者多些 想止暴制亂 回復平靜的人 走出來發聲 特別是演藝界的人士 我相信 其實現在演藝界 TVB那班 或者歌手 很多走出來說 應該要再多些 製造一個平衡 多些人出來說 有問題 或者有示威遊行 有破壞公共秩序 多些人出來譴責他 多些人出來罵他 多些人出來罵他 製造一個這樣的輿論出來 我們要 其實慢慢慢慢已經形成了 現在都開始 沒有這麼激烈 事關 是好事來的 首先這件事 就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一些 年青人 一些學生哥 走出來 說一些這麼正能量的說話 而需要蒙面 或者打架 這一點我不明白 我也不認同 需要這樣做 OK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去完台灣 去看他們的造勢大會 看他們的選舉工程 這次其實看到很多事情 人家的造勢大會 非常之融入了年青人的元素 例如很多 有live band 在那裡 不停在那裡唱歌 做慶 跟著政客在那裡演講 那時候 又會有些背景音樂 我們香港不是 你演講 你找一套鼓打客 不會有這件事 人家就有 接著有很多東西賣 有些像嘉年華會 有一些鎖匙扣 有一些毛巾 拖鞋 玩具 甚至乎 有一些直升機 無關事的東西 都可以賣 他們做到好像一個嘉年華會 會做到 年青人會願意去走路 會做到 這方面 我們需要學習 所以 因為我是去看蔡英文的造勢大會 韓國瑜那個我們看不到 非常遺憾地 但是蔡英文這個就做到這樣 甚至乎有些畫到她整個動漫蔡英文 畫到她年輕了幾十年 很漂亮 很漫畫感覺的女主角 都有這些 這方面我們做得很差的 跟別人比就差很多 別人看得出是針對性年輕人去做的所有事情 做一些公仔 Live Band 音樂過場 背景音樂 各方面很多很多都是針對性年輕人 不是針對一些中年或者長者去做 這方面我們需要學習 其實去到台灣我已經知道 大約都猜到是蔡英文贏的 不要說馬後跑 因為我是問了很多很多的年輕人和大學生 我去了台大問了十幾二十人 西門町問了幾十人 九成半的人 年輕人是支持蔡英文的 只有0.5% 那些年輕人是支持韓國瑜 還有那些一般都是80後或以上的 即是80後、70後、60後 即是比較 30歲到問或以上的年紀 才有支持韓國瑜的 一般年輕人的 十個問十個都是支持蔡英文 那你很難 即是人家的網絡做得好 傳媒做得好 還有他打的 民主牌 又有我們香港 這個事件 被他拿著來抽水 所以他贏是 無可口非的 也都 即是不能改變 這個事實人家贏就是贏 你只能夠檢討你日後怎樣可以去做 不過想說就是年輕人不理解經濟發展的重要 事關我問他們 他們十個十個都說經濟發展與我何干 他們不認為經濟發展對他們是有關係的 他們甚至乎認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優勢 或者所帶來的所有效益 都跟他們完全無關 他們當時這個失業率高了 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些是要等時間 時間能夠證明一切 等時間再過四五年 他們就知道 這些年輕人 暴入中年那一刻 他們就可能會來後悔 到時再知道 台灣這次贏 贏得那麼盡 很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香港這個逃犯條例修訂個案 被他拿著來抽水 被他可以好好地利用我們香港這個事件 去告訴他們台灣的人 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 他們甚至乎把所有的新聞都只是 剪 警察打人的新聞 你去到台灣問10個台灣人 10個都不知道示威者有打人 10個都不知道示威者有燒人 是10個都不知道 我問10個是100%不知道 這個我可以肯定地說 是100%不知道示威者做過什麼壞事 全部看的就只是看警察做了什麼事 全部看就看警察怎樣打示威者 警察怎樣驅趕示威者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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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姦的文字 他們都有看到 但是 一點 小小 示威者 打人的 片段都沒有 這個就是台灣的傳媒 這個就是台灣 用盡全力 去鋪大你香港這件事 繼而影響他們台灣本土的選舉結果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今天想說這麼多 我告訴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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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